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江纳吉在出席投资大马大会上表示 他自己完全不感到孤单 因为大马的成就已经获得国际认可 外界认为首相的言论似乎是在反击近日来连续炮轰 他的前首相敦马哈迪 即早前建议学生在宿舍主持 以避免被征收JESTI后 财政部副部长阿莫马斯兰又有话说了 这一次他说 如果无法负担私人医院额外征收的JESTI 人民可以选择到政府医院求医 他解释选择权在我们的手里 没有人叫你去私人医院 尽管最近因JESTI课题招来人民的狂骂 阿莫马斯兰说自己早已准备好 被骂至少半年 但还是会站在最前线为人民讲解JESTI 贸销部表示 截至今天还没有接货有关油趣集团的投诉 并认为油趣集团与云数贸无关 那国家银行也提醒公众 油趣集团已经被国行列入没有执照 营运的金融公司名单 这表示公众要自行承担有关的投资风险 另一方面针对油指 油趣集团持有Bashen Gateway 30%的股份 Bashen Gateway董事就此否认这说法 但表示Bashen Gateway确实有和油趣集团合作 新闻的最后带你看一则 引起网民讨论的影片 美国一名女子日前上传的一段 她帮自己的宠物猴子化妆的影片 从画面可以看到猴子在镜头前 乖乖的让主人为她涂睫毛膏和口红 影片上载后引起了网友的两极批评 那有人认为影片中的猴子超可爱 但有更多的网友批评主人的行为 是在虐待动物 感谢你的收看 更多新闻 请继续留守白隔时事